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 我准备再给您播讲一套新的IT技术 什么技术 看着标题 AMIT入门课程 什么是AMIT 我为什么要讲它 说起来话长 首先说什么是AMIT 我这有个简单的概要 这是我是从网上抄的 您简单看一下 我用一句话给您说 就是说AMIT这个工具 它能干什么 它能够帮咱们生成代码 在咱们这个开发过程中 有很多代码 都重复性的劳动 对不对 没关系 您用这个工具包 就能够快速的帮您生成代码 我觉得应该给您介绍一下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我会给您介绍这个工具 是因为 是因为这个我们公司 刚来了个毕业生 日本这边它是四月份毕业 然后毕业生开始掌握工作 国内是九月份对吧 日本这边是差了半年 我们公司就来了个新毕业生 这毕业生没够气死 为什么 他开发 因为我们是在做这个 他所开发这个网页前台 我就看他了 他是一字一字一句 一字一句就要敲 一字没字就敲 我说你上大学 你都干什么去了 然后我就给他开导了一番 然后给他介绍了 结果他汇了这套工具之后 如获至宝 现在他开发代码 他跟我说都离不开这工具 所以说我觉得就不光他了 反正这新毕业的毕业生 或者说没有接触过这个代码生成工具的朋友们 可能应该有这个 学习一下这个工具的需求 所以我想吧 咱们就做这么一套课程 给您专门讲解一下 Emit的专门的使用方法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他的官方网站吧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Emit.io 咱们看一下 口碑过来 Go 大家请看 这就是Emit的官网 咱们看看这怎么说 这一句话叫什么 叫做必要的 The Essential 然后是什么 Essential Essential Toolkit 对吧 Toolkit 这什么意思 工具包 必要工具包 Full 为谁 为Web Developers 为Web开发者所必须的工具包 就是这个Emit 它能干什么 它能够帮咱们生成各种各样的代码 但主要是Web 其实它不敢生成Web 为什么 因为它的模板可以咱们自定义 有这模板的话 咱们可以生成各种各样的代码 没有问题 OK 咱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文档 这个地方 它请看 是纯英文 好像没有中文 没关系 这段话我都大概读了一下 该怎么做 我也都知道 今后我的课程中会给您讲解一下 它该怎么使用 OK 现在回到我的文档 OK 接下来咱们看 它其实开源的 它的这个GitHub上有一个网址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什么 咱们重点看一下 它所获得的星术 看一下 因为我有个标准 就是我介绍这个工具包 大型这个地方 我介绍的工具包 必须这个星术 在GitHub上要超过1000 我才会觉得有必要给您介绍 它的现在star数是3450 就非常有必要给您介绍 为什么 因为它得到了好评 我才要给您介绍 OK 有些女朋友可以去访问一下 它的GitHub 或取它的原文件 开源的 OK 抽了半天 那么这个工具 想学习它 要具备什么基础知识呢 其实什么都不用 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说您想用它 生成什么代码 您要获得那个相对代码 的基础知识就可以 比如说 我这条课程呢 要用它来生成html 同时我用它 还要生成css 所以说 您听我这条课程的朋友呢 如果您会html和css的话 您能够非常轻松的理解 我的代码 我的这个课程都能干什么 能够如何帮您提高效率 OK 咱们再往下看 如果咱们想用emmit 该怎么使用 是不是要装一个什么ide吗 不用 看啊 开发工具 咱们用什么工具进行开发 首先说 我这条课程采用的是 VS Code 因为我一直就要用它 所以这条课程呢 我也会采用这个VS Code 非常的方便 为什么 因为 当然其他这个工具也是可以啊 为什么我要采用VS Code 不光是因为我喜欢VS Code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咱们切换到刚才的官网 好 咱们点击这个emmit 这个下载 download这个地方 咱们点一下 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emmit这个工具 它作为插件提供给看 这么多的文本 或说代码编辑器 都支持对吧 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 比如说我要是用这个atom的朋友呢 您需要在atom里面去下载这个emmit的插件 才能够使用 对吧 没有问题 包括这个blackies 对吧 但是咱们往下看 第三方支持 大家请看 这个 VS Code 为什么 就是说 如果咱们用这个VS Code的话 您不用再做多余的安装 就能够使用 因为emmit 它自认 它自己呢 已经安装到了VS Code当中 非常非常的好啊 那当然咱们肯定就要用了 对吧 咱们不用做任何的安装 只要装了这个VS Code 就可以 在什么地方 说到 F10 挑下来 咱们看啊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VS Code已经给咱默认了 安装上这个代码生成的插件 非常的 非常的棒啊 非常的亲切 所以说呢 我基于这个VS Code给您讲 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好 那我们再看啊 这个 在这个VS Code里面 都给咱们提供什么功能呢 这有一个网址 我也是给您拷贝下来 咱们马上 再看一下这个网址啊 这个其实是VS Code的官网 但是呢 它给您介绍一下 emmit的使用方法 咱们看一下啊 哦 大家请看啊 放大一些 这还有个简单的动画 大家请看 用VS Code呢 咱们开发 大家请看 可以支持 默认 支持这么多的语言 HTML Harmel Jade Jade 我简单的用过 做过几个项目啊 等等这些语言都支持啊 我知道课程重点给您讲解的是 如何生成HTML和CSS 其他的文件 其他的文件类型也都支持 请您放心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自动 这个定义模板 所以说呢 几乎说是什么样的语言 它都支持 可以这么理解 没有问题 OK 咱们再回到我的课件啊 好 再说一下我的视频计划 这个视频计划 其实说一下多余了 因为我所有的课件都是一样啊 每个视频呢 我只包括一个知识点 同时呢 每个视频 我尽量控制在5到10分钟 让您在集团的时间内呢 学会一个知识啊 然后我的原代码呢 会先一样 会放到开恩中国的服务器 供您下载参照 OK 这就是我Amy的这个代码 生成课件的第一期 应该就是这样了 我的代码呢 今后呢 会放到开恩中国 您呢 随便的下载 而且呢 有问题呢 我希望您能够在我的视频网站呢 给我提问题 因为开恩中国的这个GitHub 我一般都是远程操作 我很少打开网页啊 呃 您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呢 我一般都会回复 然后呢 我的官网呢 是一个commavideo.com 也希望您呢 能够订阅一下我吧 好 那这个第一期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咱们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